杨丽萍老师 杨丽萍的鲁玉,叶满怀羡慕的目光说,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小院聚集,杨丽萍的这个聚所是由当地青年才军,赵青为他设计的,建制洞房子时也没有破坏树木,保留了树木原本的模样,而且从这个节目曝光的画面来看,杨老师平时为了保持身材,饮食也很节制,清淡。 杨丽萍出生于云南,是民族舞领剧当之无愧的专家,她没有去过任何舞蹈学校进修,她的舞蹈是原生态的,是在模仿大自然的形态。 86年,杨丽萍老师自编自舞了《雀之灵》,也正是这个舞蹈让她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大奖,让她红遍了大江南北。 不得不说,杨丽萍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,小八从来没有想,到一个人可以这样柔美。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除了杨丽萍外,杨丽萍还有很多拿得出手的作品,比如两棵树和云南艳象。 但无奈我们还是经常能看到类似杨丽萍靠一只女吃了一辈子的言论,大家好像都只记得她的风神之作《雀之灵》,轻易否定了她的其他努力和成就。 如今已年纪六十的她,依然身材纤细苗条,掀起飘飘纵使她如今,已慢慢弹出大众视野,开始了身举简出的生活。 大家依然对她争议不断,就比如她的手和指甲,她的尽照曝光,手不摔老严重,甘枯的手配上长长的指甲不再有美感,百度上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通稿。 看了真的是让人心痛除此之外,杨丽萍为了跳舞不要孩子,也被人吐槽她没有一个女人该有的样子。 事实上,杨丽萍老师已过游过两段婚姻,第一段婚姻两个人都很低调,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。 在她三十多岁时,她遇到两现在的丈夫,两人感情很好,但结婚以后面临着孩子的问题。 杨丽萍为了保持身材,长期结实,据传言,她每顿就只吃一个蛋黄,体内脂肪很低,她其实是有过一个孩子的,但要是生下来就要增肥。 在舞蹈和孩子之间,她还是选择了舞蹈。 杨丽萍老师在鲁玉大咖《音日行》中说,爱情不是最重要的,她也说没有被伤过,都是自己伤害了别人小巴绝的。 杨丽萍老师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因为喜欢,所以甘愿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杨丽萍老师自己的选择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并支持她的选择。 她为了艺术现身,终身不遇,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,一个是舞蹈为生命的女人,不应该再遭受这么多的非议。 未来,只希望杨丽萍老师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开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